環南市場的確檢案之後引發的事件延燒 被環南自治會長洗臉的立委林長佐被爆料 曾經擔任228基金會的董事 不過在第六屆兩任任期以及15次的董事會當中 只出席過一次 更引發了基層罷免的聲浪 請問市長怎麼看 這個我倒是沒有什麼特別意見 其實2014、2018年 其實2018年選舉的時候 其實民進黨有自己提名 但是我知道那次選舉 所以林長佐還是有幫我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每個人每個人他在政治上都有他的選擇 但是也不要因為這樣說 就好像就變仇人你知道 畢竟人家以前我們曾經也是朋友 但是 至於說那個 那個什麼兼基金的董事沒有去 這個 所以也許他 常常我們常常也會被掛董事你知道 他就看有時間就去就這樣 這我倒是沒有什麼特別意見 我覺得也不要說一件事情就 火定一個人的過去的努力 這也沒有必要 那是有什麼事 我先說 一件事 那是有什麼事 我先說 可以說 一件事 有什麼事 沒有人